大家好,我是胖七 最近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 因为这个经济也不景气 上班也不容易,企业也不好做 尤其是我们石家庄地区的很多网友 就是最近很多人都是在纠结 要不要就是从单位里跳出来 去做一个私留职业者 我估计啊,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尤其是90后,95后,甚至00后 反正我是最近收到了很多 这一部分年生段群体的给我的留言 好多都是来咨询我的意见的 其实我真的是很难直接给大家一个 可以或者是不可以的答案的 这个人生的路咱们得自己走 自己给自己负责 没有人可以为咱们自己负责的 所以呢,我只能是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思考的这个思路 还有我积累的一些经验 还有知道的一些信息 来分享给大家 其实从实际上来看 这个私留职业者会成为越来越多 职场人的一个选择的 你像就据这个大数据分析 还有一些大数据公司的调研 你像在未来很少 你会能见到一个人一辈子 只为一家企业服务的这种情况 就很少见了 尤其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 在未来可能都是有多重身份的 多重职业的 而且这个人们选择这个自由职业 也是有许多原因的 但是呢,70%的人 可能都是为了逃避上班的这个时间限制啊 或者是工作的这个安排方式啊 或者一些办公室的这个政治之类的 就是大部分都是为了逃避这些现实问题 其实我自己的话 也是在这70%的人里边 你像我自己的话 我是在我离开了原来的单位之后 一直是自由职业的状态 也是一直在往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靠拢 就是在跨出这一步之前呢 就是我们需要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这个呢,也是我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几个点 就是你到底适不适合做自由职业者 或者是可不可以去做这个自由职业者 那接下来问自己几个问题 应该就有答案了 第一步呢,就是需要问一问自己 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技能是市场所需要的 这个是第一步啊 尤其是你比如说啊 在这个媒体啊 或者是互联网行业 他这两个行业基本上是自由职业者最大的公主的 你比如说你会不会一些项目管理啊 网络开发呀 软件开发呀 或者是财务分析啊 PPT制作呀 什么美工呀 视频剪辑呀 社群运营呀 或者是写稿呀 等等的这些技能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基本上的雇主都是在这两个行业里边的 不是媒体 就是互联网行业 因为在我从事自由职业的这一年的时间里 我觉得这两个方向是你获取收入变现最快的两个方向了 如果说你不肯定你是不是拥有让你的潜在客户付费的这个技能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进行一个市场测试 趁着你现在还在上班 还可以领取固定公司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抽时间去赚一些外快 你像我当时的时候就是一边上班领着固定的公司 一边兼职赚着外快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问一问自己平常的这个人际关系怎么样 你像人际关系广的那些自由职业者 他们的经济状况往往都是最好的 你像我现在的几个部署也基本上都是各行各业的 有做物流的 有做旅游的 有做建筑材料的 基本上都是工作多年积累下来的关系 你像他们的话也会给我介绍客户 而且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自由职业者 也得知道如何利用咱们的这个人际关系网 去做各种事情 你比如说当你的这个接的工作太多的时候 那你这个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 那你可能就要面临一个去寻找外包的一个情况 你像我基本上年后的话 我可能就要面临这个事情了 就是去寻找一些外包去来承担我一部分工作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精力去做一些有更高价值的事情 或者是你更喜欢的事情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问一问自己 有没有足够的财务缓冲 这个也就是看看自己现在存了多少钱 因为如果说你做自由职业之后 比如说三到六个月 基本上就是半年的时间你都没有收入 那这个时间段呢 你有没有足够的金钱去保证你的日常开销 如果说目前还没有的话 那就不要去想自由职业了 那就赶紧的上班赚钱 上班散钱 因为你做这个自由职业的话 它可能有许多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而且呢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下一位客户是谁 他是做什么的 也不知道你会在下一年或者是下一个月 你能赚进来多少钱 所以呢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富裕的存款 必须能够保证我们应对各种事情 也就是应对各种不挣钱的情况 你像这些的话都是需要钱来支撑的 所以说存钱还是很有必要的 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你对待工作 目前有没有纪律性 如果说你做自由职业的话 你能不能克服自己的惰性 大部分人都是有惰性的啊 所以说我们必须能够自我激烈 有很好的这个组织能力 主要是还得有比较高的经验态度 咱们不能等到要给人家交作业的时候 才着急忙忙的赶时间赶进度 然后去给人家交一份很潦草的作业 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真的是不适合自由职业 因为时间久了你就会非常讨厌你目前做的这个工作 这样的话你当初喜欢的东西 可能都会变成你的拖累了 第五个问题呢就是问一问自己 目前的情况下能不能迈出第一步 去认真的做一个尝试 这个呢是我的建议啊 建议你在辞职之前去先做实验 实验一下自己做这个自由职业 到底合不合适 就是最好以这个循序渐进的方式 进入这个自由职业的状态 然后当你真的决定去做这个自由职业的时候 你的生意应该已经建立起来了 可能也有几个客户了 但是这个的前提呢是不能影响你现在公司的一些政策制度啊 要不然你的老板肯定会生气的 第六个问题呢是你现在做自由职业的捷径啊 但是大部分人应该都做不到的啊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雇主能不能成为你的第一个客户 你像20%到25%的这个自由职业者 他们第一个客户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雇主 就是上班时候的雇主 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像在我那个裸辞的时候呢 其中一份工作就是继续兼职给我们公司做市场 如果说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啊 就是你的前雇主一直没有成为你的客户 但是呢你也要跟这个前同事 前公司的这个朋友去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他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毕竟我们在将来也没有办法知道 他会不会成为你的下一个客户 基本上就是这几点的吧 反正就是在我成为自由职业者的这一年的时间里 这个自由在我看来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由 就体力还有这个心理上其实是会付出更多的 因为当我们不再去依附这个企业的发展 去规划自己还有这个职业路径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努力 全部的努力 还有全部的规划都是因为自己想要 其实还是挺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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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